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吴明将在王一波生日特别上映 庆祝票房大卖超预期 2024年都过去大半年了 营销号和黑子们还在天天跃跃车咕噜 吴明赚了还是亏了 让人经常有种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恍惚 毕竟吴明是2023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 而现在已经2024年暑期档了 可是所有营销号和黑子们的目光 依然牢牢的黏着吴明和王一波 人家制片人清清楚楚的说吴明9.31亿很满意 人家导演早早就说吴明赢利了 人家伯纳财报写的明明白白 吴明赚了 伯纳作为其中参投方 主营业务收入2.58亿元 主营业务成本1.39亿元 伯纳去年亏那么多电影 就吴明毛利率达到了46.12% 一群不知道是阅读障碍还是纯粹Z账的东西 天天分析来分析去的想造谣吴明赔了 可惜不耽误吴明票房9.31亿中国文艺圈票房之官 不影响吴明八项金鸡提名 梁朝伟拿下最佳男主 王一博最佳男配提名 金鹿奖三项提名 澳门国际电影节十项提名 最佳电影 最佳影片获奖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三项提名 不影响金鸡班底二大人鱼 不影响业内奇奇看好王一博 优秀电影演员转型成功 一年半过去了吴明和王一博仍然是焦点所在 只能说吴明使火王一博使火 上映一年半的电影仍然腥风血雨 看这架时 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年暑期当时要重新上映吴明吗 日本影坛近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吴明风潮 这部由金城武和彬边美波主演的文艺电影 凭借着极具张力的剧情和出色的演技 不仅在日本国内创下了票房佳季 如今连发行商都为之震惊不已 他们通过社交平台发文 高度赞扬了这部作品的成绩 并特别感谢了在片中出演重要角色的王一博 可见这位新生代实力小生在电影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为了庆祝这一佳季 发行商计划在王一博即将到来的生日期间 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特别上映会 让广大观众亲身感受这部作品的魅力 一向以才华横溢 潜力无限著称的王一博 如今又在这部作品中大放异彩 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男孩 他出色的演技不仅在国内赢得了一致好评 如今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也广受好评 这无疑进一步提升了他在日本的人气和影响力 发行商的这番热情洋溢的表态 更是充分证明了王一博在这部电影中的重要地位 不仅如此 为了进一步满足观众和粉丝的需求 发行商还贴心地在社交平台上推出了一项福利活动 只要在对话框中输入王一博这个关键词 系统就会自动回复一张王一博的专属手机壁纸 这样的用心良苦 无疑将粉丝的满足感发挥到了极致 足见发行商对这位新生代实力派小生的重视和推崇 对于这位逐渐成长为当红小生的王一博来说 此番在异国他乡取得如此娇人的成绩 无疑为他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我们不禁感慨 这个年轻有为的小鲜肉正在一步步蜕变 成为当之无愧的新生代影坛领军人物 他的实力和潜力 正在一次次的实践和挑战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这次日本之行 无疑是他事业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从早期的小萌新 到如今在国内外同时掌握了广泛的影响力和人气 他的成长轨迹令人叹为观止 无论是出色的演技 还是与角色的深度融合 都让人为之赞叹不已 我不禁要问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 虔诚似锦的新生代语男孩 未来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震撼 虽然王一博在这部电影中出演的只是一个配角 但凭借着出色的表现 他却成功测翻了主演 在众人的视线中一枝独秀 这不禁让人想到 当年张国荣在《阿非正传》中出演的配角 最终也成为了全片的焦点 两人都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魅力 在众多主角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影片的关注焦点 毋庸置疑 王一博凭借这部作品 在日本市场上的轰动性成绩 必将成为新生代演员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他那独特的气质和出色的演技 定能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成为影坛上不可或缺的一颗新星 我相信 只要他继续保持谦逊的态度 勤奋努力 定能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收获更多的荣耀与掌声 就像当年谢霆锋通过十月围城 一片在国内掀起轰动一样 王一博如今也在日本影坛 掀起了一阵轰轰烈烈的无名旋风 这部作品不仅在票房上创造了佳绩 也为王一博在日本的人气和影响力 打开了全新的篇章 作为一名新生代演员 能在异国他乡取得如此娇人的成绩 着实令人由衷感到敬佩 或许是出于对这位新星的重视和期待 发行商不仅在社交平台上 大肆宣传这部作品的成绩 还特意针对王一博的粉丝 推出了一项独特的福利活动 只要在对话框中输入王一博这个关键词 系统就会自动回复 一张王一博的专属手机壁纸 这样的偏心举措 无疑将粉丝们的满足感发挥到了极致 充分展现了发行商对这位新生代明星的重视 在这个偶像盛行的年代 能够引发如此轰动效应的演员 可谓寥寥无几 王一博不仅凭借自身的实力和魅力 在影坛上展露头角 如今更是成为了广大观众和粉丝的心目中的 It男孩 他那独特的气质和出色的演技 定能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成为影坛上不可或缺的一颗新星 我们不禁要问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 虔诚似锦的新生代It男孩 未来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震撼 是否会像当年的张国荣一样 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魅力 成为全篇的焦点人物 相信只要他继续保持谦逊的态度 勤奋努力 定能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收获更多的荣耀与掌声 成为当之无愧的新生代影坛领军人物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